哇塞 我好像抵達了 Oh my god look at that 當我發現 Bingo Sport 距離我們的飯店 步行居然只要17分鐘的時候 我真的非常的興奮 因為喜歡車的人 或者說喜歡這些Classic 這些Restoma 這些Exotic Hypercar的人 一定都有聽過這間車行 可以嗎? 可以隨意散開 這次也非常開心可以跟01的好朋友馬克 一起通行 哇 還有台LFA在角落充電 我覺得這就是重點 因為日本本身它的汽車文化的底蘊真的很深厚 它又有非常強大的 尤其是在七八十歲這個世代的實質購買力 可以去支撐這些稀有車的銷售 所以選在這邊去發表一台珍稀的Defender 好像也是合情合理啦 沒關好嗎? 是這樣嗎? 是沒關好還是公車? 我相信它是沒關好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侮辱F40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侮辱F40?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因為很多的賽道老實說 從進去到它的賽車場 哇 這個Gate也太帥了吧 哇 天啊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空間啊 花動衝骨 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玩車的人 能夠實現最瘋狂的願望 也最奢華 對 最奢華的願望 太扯了 天啊 哇 全部都是Defender 但是這到底跟Defender有什麼關係? 哇 DAMN 我不敢相信這個行山 居然是如此的保密到家 我的手機被貼起來了 然後我的相機 我的everything suppose都沒有辦法帶到等一下 任何一個空間之中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 真的還是很開心 尤其 私人賽道俱樂部的形式 在亞洲真的是比較少見一點 重點是這個廁所 它不只 裝潢非常精美 連牆上畫的畫都非常有格調 你看到了嗎 很驚人 真的很驚人 讓人印象深刻 哇塞 整個賽道的模型 真的是太狂了 而且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在樓下 也就是 這個空間 傳說中 有控室控溫的 批房 可以方便這些 Gentlemen's racer 在這邊 調教或者是 collect他們的愛車 這批房真的太扯了 這批房是嗎 對啊 這是它的pit lane啊 吹著冷氣 吃著火鍋 唱著歌 這簡直是造證 對啊 你要挖槍 而且他們有自己的水庫 真的 我就覺得 你如果打仗 你躲在這裡 你不要被攻擊 你可以一直活下來 你有加油站 對 你有水庫 然後你有餐廳 沒有人 有水療中心 沒有人補給你的大力 這就是重點 選在一個 真的是超級富豪 才負擔得起的空間 來發表這個產品 說明了 JLR 他割望透過 Defender Octa 去重新塑造出 這個產品的高度 讓它成為 真正的超級富豪的玩具 唯一的問題是 他真的有辦法 突破既有的 這種相對比較接地氣的影像 去展現出 它的價值感嗎 換我來體驗一下 到底110V8 在Margali Gawa上的表現 嗨 謝謝 教練非常好心 直接幫我切到 Dynamic模式 掰掰 哇塞 非常過癮的一段體驗 雖然沒有辦法 很用力地開它 大直線上頂多價格 就開到140-150 這條賽道 真的不是Defender 而且還是110V8的Cup of Tea 因為它真的有很多的起伏 很多的技術型的小彎 看不見會越過山丘的盲彎 我剛才甚至後軸都還扭了一下 一方面是支撐性 已經到達了它的極限 它真的很重 而且你必須要很早剎車 再來 它確實需要比較多一點的時間 去反應這些body roll 各式各樣的movement 除此之外 它真的很有樂趣 但這也不禁讓人好奇 關於Octa 這個有著高達635匹馬力 跟750牛頓米的 來自BMW的4.4V8雙渦輪 MHEV動力的新車 它能夠怎麼樣 在相同的基礎之下 去帶來更多的駕駛樂趣 但很顯然的 他們到現在都還是不願意 讓我們看到這台車 還在用一些其他的試駕活動 旁設我們 甚至等一下還有offroad section 也不是開Octa 所以 嗯 沒關係 And yes 終於也讓我盼到了 這一次我們千里迢迢 簽署了各種保密協定之後的 本尊了 傳說中的 Defender Octa 沒錯 所謂的Octa 正是出自於Octahedrum 天然鑽石當中 最完美的八角晶體 象徵著它非常堅固 且珍惜的不凡身份 老實說 真的讓人很震撼 畢竟Defender 從2020上市至今 也已經4年了 看過各式各樣 由車友們所改造而來 有著不同風格的Defender 可是這台車 依舊給人一種 非常耳目一新的感覺 而且我一定要講的 就是它的設定 因為換裝了 6D Dynamic的避震器 有著四輪獨立的抑壓機構 可以去調節它的阻尼反應 一方面是它懸吊的Traveling 增加了2.8公分 進入跟離去角 也因為它所增加的 這些懸吊行程 變得比過去來的更出色 話說這也是汽車史上 極少數既有在加州 Moab的沙漠中 做極高溫測試 也有在紐柏林 Lapping的一個 非常特別的車子 不是只是一台 專注在運動性 或者是越野性能上的車 它是一個通才 它是Defender這個平台 所有的潛力的 極致的展現 一台All-Rounder 然後這個Edition 1 帥到爆 我不敢相信這年頭 居然有這麼好看的輪圈設計 20吋美鋁合金的輪框 再來就是它內裝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用了 非常多的鍛造的碳纖維 包含像是在中央扶手的兩側 椅子的背面 而且這一回他們的座椅 甚至還採用了一種叫做 Bass 沉浸式的技術 可以跟著音樂的節奏一起去震動 非常有想像的空間 不管是這個座椅本身的剪裁 乃至於這個大地色的 Ultra Fabric 飛皮類的材質 都會讓它顯得非常的漂亮 再來就是方向盤上面 Octa的按鈕 可以直接把它切換成Sport模式 而且換檔撥片也變成透明的 這也是我覺得 這一個改款 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個理由 畢竟Defender一直都是一台 實打實的專業越野車 一台真正的工具車 But this It feels like a toy 非常有趣的一天 雖然還沒有辦法體驗到 Octa不管在on road或off road的表現如何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們確實打造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玩意兒 因為事實是透過它 不管是在底盤科技 動態性能 引擎出力 材料應用 甚至是聲光娛樂的 各式各樣的升級 都讓Defender這台經典的專業越野車 一個公認非常好用的工具車 多了一點晚賞的特質 所以我開始可以理解 為什麼他們會想要把 跟操控毫不相關的車款的 發表會辦在一個這麼高端的 私人賽道俱樂部裡面 因為它確實是一台Funcar 它是一台原廠 就已經幫你打造好 性能極其強大的Funcar 一個男人的大玩具 所以基於這一點 858 嘖 真的是不貴啦 好啦 希望我們很快可以在台灣的道路 試到這台車子 下次見